我有一次跟他一起吃羊肉乳 然後那時候好像是第一次約會 然後我這個人的習慣就是 我很喜歡塗護唇膏 塗的時候我就發現 他就是也把筷子放下來 他也沒有動作 他就在看我 然後我想說就是 他在看我 然後我就順道問他 你要塗嗎 然後他就說好啊 然後我就說好 然後我就過去 幫他塗 沒有 我就 因為這是我護唇膏 我也才剛剛跟他第一次約會 我就叫他把手就是拿出來 我塗在他手上 然後叫他這樣 他說我問他要不要塗的時候 他心跳漏了一塊 就私底下我們就會叫外號 那平常都會說卡寶 你今天在幹嘛 我就叫他卡寶 但是如果是要我看電視看到一半 可能想要叫他幫我去倒水 或是倒飲料 我可能就會變成 卡寶寶 對 然後他就會說 幹嘛要拿手 我也會玩玩 然後我以前就常常在我姐妹們面前 就是跟男生講電話的時候 掛掉電話他們就講說 你太疼了吧 我是覺得有一些小動作 也可以會讓男生突然有這種 心跳 其實妳不太用 心跳一下 妳不太講話妳就可以 可以隨便就撩到男人 是嗎 對啊 她這個眼睛這樣登著妳看 妳這麼吃她會看 來 我們同樣好了 剩下 我可能自己覺得還好的小動作 但是其實對男生而言 他們好像覺得說 被電到了 妳是在特別對我怎樣 所以這個動作是妳 我本來就有的 其實也不是特別為了他這麼做 有一次就是我有問對方 要不要塗護唇膏 然後因為我現在有男朋友 我就有問他說 你回想一下 你那時候跟我交往的時候 我有什麼動作或是什麼行為 讓你突然就是 感覺被撩到 然後他就說他有回想到 我有一次跟他一起吃羊肉乳 然後那時候好像是第一次約會 然後我這個人的習慣就是 我很喜歡塗護唇膏 就我吃完飯嘴巴乾乾我也會塗 睡覺前我也會塗 我只要吃一半也在塗這樣 對 我只要覺得護唇膏掉了 我就會想要塗 羊肉乳 因為妳真的很常會這樣 我自己想到歪了 所以妳們兩個很搭 那時候吃一半再塗護唇膏 也太注重嘴唇那部分 或是這樣 我是說吃羊肉乳的時候 吃到一半 把他乾乾的 然後我就塗 我就塗的時候我就發現 他就是也把筷子放下來 他也沒有動作 他就在看我 然後我想說 就是他在看我 然後我就順道問他說 你要塗嗎 然後他就說好啊 然後我就說好 然後我就過去 幫他塗 沒有 我就 因為這是我護唇膏 我也才剛剛跟他第一次約會 我就叫他把手拿出來 我塗在他手上 然後叫他這樣 他說我問他要不要塗的時候 他心跳露了一拍 就是他眨眼露了一拍 因為他以為 我要直接給他塗那支護唇膏 因為你知道很正常 如果對男生沒有興趣的女生 他說你要塗嗎 然後他要塗 然後就會拿衛生紙之後 不好意思 我問過了 然後就一直很乾淨 對 因為他一直看我 那我塗得有點尷尬 所以我就問他說你要塗嗎 他說他被電到 會被打動嗎 如果我被問的話 我是直接就 對 對 我會說那你幫我塗 可是他是看到他在 擦護唇膏心臟漏了一拍 擦護唇膏是有什麼樣的 他可能 他可能會把你朋友 有點心力不整吧 然後後面我們在一起以後 我其實 我也還滿常會讓他表現 就是像有時候 你明明可以自己拿的東西 然後你就是偏偏不要自己拿 你幫我拿一下 對 像我平常叫他 我都是 因為私底下我們就會叫外號 那平常都會說 卡寶 你今天在幹嘛 我就叫他卡寶 但是如果是要 我看電視看到一半 可能想要叫他幫我去倒水 或是倒飲料 我可能就會變成 蝶子 對 然後他就會說 他聽到我這樣 卡寶寶 的時候他就會知道 要拿東西了 但是你叫他們 這樣做完事情以後 他幫我拿完飲料過來 然後我就會喝了一口說 好好喝喔 你倒得特別好喝 像他如果洗碗 我也會洗完以後 我就拿那個碗 你洗得好乾淨喔 謝謝你幫我洗碗 我就問你人生累不累 你沒看到這樣 不是 因為我也會體諒他 因為他工作也累 但他還願意 為我做這些事情的話 你都知道他工作累了 你還叫他做這些事情 是不是 沒有 有時候是男生 自己會想要主動 然後我們就覺得好貼心喔 那給他一點稱讚 他又會覺得更有滿足感 真的 我覺得 就是要彼此互相幫忙 建立自信心 要 所以你跟他講話的時候 你的聲音會變得很溫柔 是不是 好像是耶 就會改變 就娃娃音了出來 我也會娃娃音 然後我以前就常常 在我姐妹們面前 就是跟男生講電話的時候 掛掉電話 他們就會講說 你太疼了吧 這件隱藏偷懶的小心機 真的應該騙得過男生吧 騙得過啊 他們很好騙 不洗頭是有騙不過 可以 不洗頭騙得過 太靠近的話 那個頭皮味還是喔 現在有乾洗髮 對 有乾洗髮 然後因為像我自己 我會洗澡 我要強調 我每天洗澡 對 誰不是每天洗澡 不是 他上面寫的時候 有的人不洗澡 沒有 我每天都洗澡 女生 我們可能洗完澡 然後你吹頭髮 可能就要吹了 有沒有二 三十分 但是我們還要抹保養品在頭上 對 吹完頭髮還要梳 梳完又要再噴什麼 對 很麻煩 當女人真的 所以很累 你可能吹完頭髮 又流了滿身大汗 搞不好又要再洗一次 對 所以像我的話 我可能有的時候 你幹嘛 你剛剛看我的 我在想 我的話 有的時候可能會 三天洗一次頭 還好吧 三天這OK 兩三天可以 最久三天 最久一個禮拜 我也一個禮拜 我有一次呢 就是真的 我已經三天沒洗頭了 就是真的很懶得洗 因為我不想吹頭髮 然後三天沒洗頭呢 結果要跟男生約會 我還是會基於禮貌 流海 好像很多女生都會耶 對 我會把頭髮這樣砸起來 就在出門前的時候 就是只洗瀏海 我還會用洗髮精喔 那妳頭都洗半了 為什麼不乾脆整個都這樣 沒有洗半 是三分之一 對 三分之一而已 而且三分之一是可以很快吹乾 對 然後前面正面看起來 就跟新的一樣 就這邊是很空 然後後面那一條 對 那一次就是這樣子洗完 然後想說正面很乾淨 然後就去跟那個男生約會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是要看電影 但是妳要先搭電梯 然後進電梯的時候 那男生就先進去 我就跟著進去 結果人就很多進來 然後就一直被擠 一直被擠擠到後面 她已經靠臂了 然後我就站在她的前面 我就心想說天啊完蛋了 因為她的高度 其實就是比我高嘛 所以她應該就差不多 可以聞到頭皮的那個味道 鼻子直接對著頭皮這樣 然後我就越後退的時候 我就心想說天啊 這樣子不行 因為她如果再吸個兩三口 可能就會聞到 又癲癲 又癲癲 就一開始癲癲了 然後因為對人又很擠 我沒辦法左右閃 然後我就想說好 那不然我就面對她 我就直接正面反應 她的臉變紫色 我憋起來 我想說這樣子 她聞到就是輕輕的味道 香香的 不是聞到後面的那個臭味 然後我就這樣轉過來 面對她的時候 因為人也很擠嘛 要等那個樓層 然後我就抬頭看她 我就看她 被療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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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哪裡 其他我是不知道 但她整個臉紅到不行 她一臉紅我整個也 臉紅 整個也臉紅 然後後面出去的時候 妳這樣撩南語無聲 超強 妳好強喔 我想到她聞頭皮 天啊 我就翻正面 結果沒想到 就是彼此更害羞了 如果妳的男友 是跟狗吃處處是什麼 就是跟以前的男朋友 去韓國玩的時候 然後去韓國女生 就是會買一些衣服 因為韓國很好買 然後其實韓國很多 賣狗狗用品的東西 又都很好看 然後我記得前面 在逛街的時候 我跟那時候的男朋友 我們逛街 然後我那男朋友 就一直要買素T 然後那個素T 就是一件 可能折台幣 就要一千多塊 我是覺得算貴 素T貴 就是素T 所以我就一直跟他說 你那個白素T已經很多 灰的也很多 不要買素T 你可以買一些 比較有造型的 但是不要買素T 她就好好好 她就不買 可能也覺得我念得很煩這樣 結果後面我們就逛了 一家狗狗的店 然後那個狗狗的店 就有很多狗狗的衣服 狗狗的衣服超好買 然後都是素T 狗也都是素T 一件兩千這樣 會不生氣 沒有 我就買了一件狗狗的衣服 然後我一看到超可愛 馬上結帳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我買了這件 她就說這件多少錢 因為狗狗的衣服很小 因為我養的是小型犬 所以狗狗衣服可能才這樣 這麼小一件 然後我就買了這一件 然後問我多少錢 我說一千八 她說一千八 你買一件狗的衣服 這一件一千八 你買得下去 它是一個牌子的 妳知道嗎 你看牠身上那個小雞的青蛙 牠還有一個熊 牠是那個熊大的牌子 所以妳可以嗎 不是熊 牠是卡卡歐 卡卡歐的牌子 把男人連狗都... 對 牠就說 為什麼狗的衣服可以買到一千八 我要買一千多的素T 卻不行 真的 真的嗎 對啊 可是狗的衣服很可愛耶 是可愛沒有錯 可是 但是妳這樣比較起來 因為牠的感受 但是男生穿素T不會 對啊 鴿沛 沒錯 要不然妳買這件 給妳男朋友穿嘛 不是啊 牠有大型犬的啊 不是 大型犬也要當背心這樣子 就讓牠感覺穿不下的那種感覺 對 我就跟牠說 你要想一下 人家狗狗這個穿起來多可愛 我們看了又療癒 而且人家是牛仔布的 你不給人家買就算 你還刺傷牠 對 我們不是同一國嗎 我們家有兩千那個 大型狗的那個 那個很大 跟牠是不是 沒有 我就說 我不能理解 那男生素T這樣子 然後我是覺得狗的比較划算 我就覺得牠 居然要把自己跟狗比較 我就覺得 是妳造成的 對 但都會 妳這樣子 所以妳是會管男朋友的人 因為我會覺得 不要那麼賺花錢 那牠會打電動嗎 牠愛打電動嗎 打電動那個就是 我現任的男朋友 我很愛打電動 是妳愛打電動 對 我很愛打電動 然後我都有警告過牠說 因為電動這件事 對我來說很神聖 我就是要破關 我會 沒日沒夜不睡覺那種破關 然後最近有一個那個 就是遊戲很有名 就是牠出了新的一代 叫薩爾達 然後最近大家有在玩的 都知道這個 然後這個一出的時候 我就跟我男朋友講說 我有玩這個一代 就是牠現在是出第二代 然後牠就講說 那妳要玩第二代嗎 我說我好害怕 因為我要是玩的話 我可能就會整個人 陷在裡面 對 就會都很晚睡 牠就後面還是買了 當禮物送給我 然後我就開始打 然後我就很認真 牠是真的嚇到 妳連一千多塊的素T 不同的 不同的 對 然後 楊老師 電動會看 牠就發現我是真的 牠說我哪來素T 牠子搬衣櫃 用牠的 沒有沒有 現在這個也很多素T 男生都很愛素T 然後牠就發現 我真的很認真 在打這個電動 然後有一天 牠也是下班回來 牠就看我又在打 然後就用那個 跟牠講說 這個射箭很酷什麼什麼的 然後牠就說 那牠也要打 我想說好啊 你要玩那太好了 我就可以教你這樣 然後就跟著我玩 但是因為其實 那個是有點難度的 你要記得牠的按鈕 牠剛接觸 所以牠會很多都不知道 射不出 對 射不出 射不出去 那個滿難的 那個要一次猜 不知道怎麼射 講得沒錯 會射歪 不可以射射 對 然後牠就會一直死 你知道嗎 然後牠原本死了一次兩次 就跟他說算了 你學不來 然後男生又耗面子 完蛋了 他說他不可能學不來 電動這種東西 怎麼可能會 對 這是面子 對 然後牠就說 不行 牠還要玩 然後就在那邊 給我死了十幾次 我就後面就火了 我就說 你不要玩 你就不會玩 你為什麼一定要玩這個 會 然後牠就一直死 我後面就火大 我就叫牠不要玩 然後牠就講說 你現在是怎樣 這個死了可以重來的 你現在要為了這個 跟我吵架 對啊 我就認真跟牠講說 不是因為你一直死 我的道具會不戒 你一戒的哪有比狗不如 一戒哪有比電動不如 我又不對了嗎 你不是同一國 他故意鬧我耶 他就是想要加入我 結果後面發現 一直死我的反應很大 他就開始一直故意一直死 結果後面真的 故意要氣妳這樣 對 我後面真的抓狗 我跟牠說你不要鬧這個 這個很嚴重 我這個劍要一直花錢買 我的那些道具因為死掉 快死之前我還會吃東西 讓牠復活 你只要吃一些料理 那些料理我也要重新再煮 因為牠發現贏不了妳 牠乾脆就擺爛 對 牠就火大 就一直故意死 而且牠會用妳的角色 一直在裡面買素題 那裡面還真的可以買衣服 旁邊就為了這個 真的給牠吵起來 愛電動的部分男女 真的是但電動如命風 真的 真的 我忘記誰來講 然後他就說 牠為了要打電動 然後要去接牠女朋友 結果因為牠就開始了一局 結果沒想到牠就打到最後 結果牠女朋友就等超久 會 有時候你開始 像以前打傳說 也是一打加二三十分鐘 你可能就這樣 我確定我們不是同隊的 他們那個沒有辦法 臨時停下來 就一斷 那而且一不小心 人家揪妳 按下去又要再二十分鐘 妳會失去那一次 妳要試那一場死了 妳同隊的隊友 她不會再邀請妳了 我是不是來送旅館 對 對 來這邊坐 來這邊坐 妳男朋友是不是這樣 我男朋友是 不要交代他事情 因為之前有一次就是想說 因為我男朋友的時候 休假是休禮拜四 通常狗狗洗澡間 我們一定都會先約好時間 所以那個時間 其實我已經約好了 但是偏偏那個禮拜四 我有工作 就是要錄影 然後時間就沒有辦法送過去 然後可能晚上的話 他洗完我也沒有辦法接 我那時候就交代我男友說 那你禮拜四休假的話 那你把狗狗送去洗澡 然後他就說好啊 12點送過去 然後可能5點的時候 如果洗好的話 他會通知你這樣子 然後記得要去接什麼的 他就說好 然後我還跟他說 那記得喔 我毛不要剪得太短喔 然後我很喜歡 妳交代太多次了 還好嗎 這樣而已 對男生來說也太多了 他通常只會記到最後一樣 妳最後講的那一件 我就跟他說時間 然後跟他說記得 因為他剛剛前面講什麼問題 毛不要剪太短 然後尾巴不要剪 然後記得臉要剪圓圓的 太多了 他說好 後面我去錄影 錄到一半的時候 手機就一直震動 一直震動 後面一錄完以後 一看手機 什麼美容院打來了好幾通 然後我想說 怎麼會打來 馬上回播 他就跟我講說 那個黃小姐 妳的狗已經洗好了 妳看吧 他連五點要接狗都不記得 對 他沒有去接 還在那邊演圓圓的 什麼尾巴短短的 然後這個時候 我就馬上打給我男朋友 重點是 他也不接電話 所以我立刻 收了工以後 我馬上就去那個寵物店 就去解藥 因為也讓對方等了一下 因為他們七點多就打癢 結果後面狗一拿出來 我傻眼 方的 毛被剪得超短 然後尾巴我說不要剪 尾巴被剪得圓圓的 那個寵物店的人 我跟他講說 請問我男朋友跟你交代說 就是毛不要剪太短 頭要剪圓圓的 然後尾巴不要剪嗎 他說 你男朋友跟我們說 身體就是剪短一點 然後尾巴要剪圓圓的 然後我傻眼 我回去我就抱著這個狗 然後我男朋友也運動完回家 我說你剛才為我接電話 他說因為他剛才在跑步 在健身 所以他沒有手機 沒有帶在身上 然後就跟他說 那你看狗這是怎麼回事 他就說狗很好啊 怎麼了 我說我不是說 不要剪他的尾巴嗎 然後他就說 這樣也很可愛啊 我就跟他說 為什麼我交代你的事情 你都可以 我跟你講你就是把握一個原則 你對一個三歲小孩 如何交代的事情 你就是這樣交代男生 對 你打簡訊給他 然後叫他記著 不會 你就是那一張紙 貼在狗的頭上 我說像一張符這樣 對 一個符這樣 是我現在的這個男朋友 然後他們偶爾就是會帶員工去一起聚餐 然後唱歌什麼的 然後有一次 我那時候剛認識他的時候 他就有講說他酒量很好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也是我第一次去參加他們那個 員工的那個聚餐 大家小護士就會敬他 就是謝謝老闆照顧什麼什麼的 然後他就喝 他就說他很能喝這樣子 然後他就講說 然後想說怎麼可能 然後小護士 因為他都直接吐了然後斷片 對 然後小護士聽了以後也會說 那我們今天就要讓老闆喝醉 給你看 就給我看這樣子 然後大家就狂敬他 而且他們喝純的威士忌 對 然後因為有些小護士 又不喝威士忌 他們喝啤酒 所以他等於是混著酒 混奶混氣 OK 對 他混著酒這樣子喝 結果後面唱完歌 都還沒事 很帥的這樣 我想說他真的喝不醉 酒量很好耶 然後回到家以後 我就開始什麼卸妝 弄一弄 這時候就聽見廁所 有嘔吐的聲音 我就看到他在吐 然後他就說他喝太多了很脹 我想說那應該吐一下就好了吧 後面我就開始 動摸摸 死摸摸 弄一弄 我準備要睡的時候 他還在喝 活脹 然後我去廁所看他的時候 他是已經整個人趴在馬桶旁邊抱著 親馬桶 然後那個狀態 跟他一回家的時候是不一樣 他已經整個人ㄎㄧㄤ掉了 放鬆了 你看他比較愛馬桶 吐到不行 結果他就跟我說了一句說 他不行了 他要急診 我說你跟我說 對 我說你現在是說真的還假的 他說真的 他覺得他要急診 然後我就帶著他半夜去急診 然後那個醫生 對 醫生馬上就幫他抽血什麼的 然後因為他又 酒精撞毒是不是 對 結果 他喝到酒精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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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沒有喝過那麼多酒 平常沒有在喝 他是在短時間 醫生就是說他在短時間內 可能一下喝大量 酒精濃度太高 然後忍著 結果回家以後 那個直接飆上來 所以他體內那個血液的酒精濃度 已經過高了 然後他當下就馬上住院 然後就躺在病床上 開始掉點滴 要稀釋他的那些酒精 對 Apple也遇過那種情緒大失控 對 交往前後情緒差很多 很可怕 因為交往前 你就會感覺他就是一個溫柔的男生 然後你說什麼他也都說好 結果交往以後 就突然發現 就是可能有時候吵架的時候 他會 情緒爆炸 會抓狂的那種 之前都不會 之前不會 可能因為熱戀期那時候 也不太會真的吵到什麼架 但是一旦你開始交往以後 就是因為彼此已經認定對方 你就會開始 對 然後就會開始 有一些爭執什麼的 因為我牡羊座 我是吵架 我想要當下就解決 把它縮開 然後睡一覺就忘了 但是我碰到的那個男生 他是雙魚座 他就是會躲的那種 他就是有問題 他不想講 怕衝突 對 他怕衝突 他就會不想講 但我就會逼他講 我就說你就現在講開 因為我不想要帶這件事情睡覺 然後整個情緒抓起來 他說我就是不想彈 為什麼非要逼我 現在在彈什麼什麼的 他那時候第一次嚇到我 他就會把我逼到牆角邊 然後這樣直接 但是打到旁邊 打我旁邊的牆壁 我整個傻眼 我是那一次發現說 天啊 他好像口不清 有暴力情感 他有暴力情感 對 很可怕 然後後面又有一次 也是騎 因為他那時候是騎摩托車 然後也是騎摩托車的時候 我坐後座 也是不知道要講什麼 講到突然 我們兩個又開始吵起來 就狠狠 我就說我不想要 我不想要去了 就是你放我下車 然後他就沒講話 他直接 吹油門 就開始往前衝 一路的 就一直衝 然後連紅燈那種也不停 我就嚇死了 我想說太可怕了吧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趕快停下來 我不想要這樣很可怕 他講說不行 我不能讓你下車 我就去吵這個沒有意義 他就是好像不要命了 這樣子往前走 他就是不想你下車 危險行人 我到後面是我 在後面抱著他 我跟他說 好 對不起 是我錯了 我剛才自己沒有想到 這樣不行 危險行人 然後我下次不會這樣 你分手了吧 那一次 對 後面 當下你不能直接說分手 因為我分手 對 直接開到屏東去了 你先讓我下車 你先讓我下車下來以後 我們分手吧 都是我的錯這樣子 那你後續這個恐怖情人 那你怎麼分手 就是慢慢的淡掉啊 對 不能太快 對 你不能讓他覺得 你要分手 他就會爆炸 後面就是慢慢淡 想各種理由 然後可能慢慢疏遠這樣 才疏遠